9月3号,胡杏儿在微博上PO了一条与陈慧珊的合照,照片中胡杏儿皮肤红润饱满,气色不错,笑得特别开心,而一旁的陈慧珊却显得无精打采,眼角的皱纹明显,眼神看上去,暗淡无光, 也许陈慧珊当天状态不太好,脸衣有些服装,一跳起来显得她的眼睛更小了,与一旁胡杏儿形成鲜明对比,许多年前,陈慧珊与胡杏儿在冲上云霄中有精彩的合作,他们分别在剧中饰演空姐表和机场地勤Voey在绝世好霸台饰演了两姐妹,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? 作为曾经的同事兼老友,难怪胡杏儿喊话期待两人的再次合作了,小八也是期待的搓手手,虽然陈慧珊已经47岁了,但是对比同样47岁的王妃,结果还是有点惨变,有些人可能说王妃只是个例, 但是52岁的娃儿毕霞皮肤紧致,看起来丝毫没有下垂的趋势,身材依旧交好,而同样47的离子跟当年初的时候对比,也没多大改变 陈慧珊大学就读于波士顿学院的新闻学,毕业后留在波士顿电视台工作,是一枚妥妥的学法 大家最早了解到陈慧珊可能是通过1997年的一号黄庭武,他在里面饰演一名律师,猜少跟回忆起第一次见到陈慧珊的敲劲时说道, 其实我们都很怕和这样读过书,有文化的人工作,可见陈慧珊身上自带一种高冷干练的气场,这也给他以后屏幕形象的定型打下基础,凭借在一号黄庭武的精彩表现,陈慧珊的演技得到观众的认可 随后他参演了见证实录的女一号,饰演因为社会正义而奋斗的女法医,见证实录在播出期间, 平均收拾位于第八位,小八相信这部剧,也是很多人小时候的经典吧,陈慧珊所饰演的女法医聂宝炎, 也成了很多女生所仰慕的角色,此色不出众,但是做事沉稳,理性独立,展现了职场女性的气质与知性美, 她的女性职场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,但是陈慧珊一直来所饰演的角色始终摆脱不了干液, 干液,高乐的职场女性标签,虽然被称为90年代TVB六道花旦之一,但是陈慧珊的戏路一直很窄, 这也是让人觉得惋惜的地方,陈慧珊的感情经历并不复杂,一共只有两段感情, 小时候陈慧珊居住在美国,经历下认识了来美国求学的钟伟明, 交往七年之后结婚,但是两人回到香港之后,生活逐渐盲目起来, 两人关系也越渐疏远,之后选择离婚,另一段感情则是与经理与人钟家红的恋情, 2006年,陈慧珊与钟家红在美国秘密结婚,吸引后并生下女儿钟绿兰,命运无常, 钟家红在2012年4月宣布破产,陈慧珊只好辅出赚钱, 之后出演曾志伟兼志的女人俱乐部的第一女主角, 2015年,陈慧珊在TVB新剧波士早晨饰演一个全能秘书, 但可惜的是,这两部剧,并没有积起多少水花, 相比于同期出道的蛇师曼和萱萱,一个在内地平均演习攻略暴红, 一个被封类网剧前后,陈慧珊的心徒实在令人唏嘘, 不过小巴还是希望日后能看到陈慧珊带着作品跟观众见面, 有人和小巴一样,期待,他在出山拍戏吗? 感谢观看